第二十一章,你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卖出,我知道,这些泛泛的理论很难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毕竟太抽象。 为了更好的加以说明,我决定举一个真实具体的例子,我曾经只吃进了七千股,就把一档股票的价格抬高了三十个点。 与此同时,我还开发出了一个足以消化任何数量卖单的庞大市场。 我所说的这档股票是帝国钢铁。它的发行者是一群声誉很高的人,市场宣传也做得很到位,因此它被认定未来筹股。 其总股本的30%透过华尔街的基加经济型面向普通股民发行,但是自上市以来,这档股票的交易量并不大。 如果有人打听起这档股票,一些内线人士,最初承销股本的集团成员,会说这家公司的营业收入要高于预期, 前景令人鼓舞。从公司业绩的角度来讲,事实的却如此,但这并不足以令投资者感到兴奋。 对投机客而言,这档股票缺乏吸引力,对投资者而言,这档股票的价格稳定性与分红持久性尚未得到证明。 这档股票从未出现过大波动,即使内线集团发布了情况属实的报告,也没有出现呼应性的上涨。 当然,也没有下跌。帝国钢铁就这样保持在默认重视、默认认可、默认在意的状态,并且安于现状。 这样的股票不会下跌,因为没有卖盘。 之所以没有卖盘,是因为默认愿意做空一档分销效果不好的股票。 内线集团持有重仓,卖空者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 同样地,市场上也没有诱因鼓励人们买进这档股票。 在投资者看来,帝国钢铁此时就成了一档投机股。 而在投机客看来,这档股票死气沉沉,一旦买进,就会被拖入被动套牢的状态,违背了购买初衷。 持有这档股票就如同拖着一具尸体。 一、两年后,你会发现损失掉的利润比尸体本身还要高出很多。 而当他迎来真正的好机会时,你又会发现自己已经被绑在这些老古董上,无法抽身了。 有一天,帝国钢铁公司的一位首要人物代表他本人以及他的团队前来拜访我。 目前,他们握有70%的余股,想为这档股票开辟市场。 他们希望我帮助他们以最合适的价格出脱手中的股票,至少比在公开市场直接销售的价格更高。 他想知道我承接这项工作的条件是什么。 我告诉他,我需要考虑一下,过几天再答复他。 然后,我开始研究这档股票,派了一些专家前去调查帝国钢铁公司的工作情况,包括生产、业务、财务等各个部门。 最后,他们给我发来一份客观公正的调查报告。 我并非想要比较这家公司的优缺点,而是想要掌握事实,了解真实状况而已。 调查报告显示,帝国钢铁非常有升值价值。 其前景被看好,如果投资者愿意耐心等待,以当前市价买进是很有利的。 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这档股票的价格上涨是最合理且应当的趋势。 也就是说,这是对未来价值贴现的过程。 所以,无论从良心还是信心来看,我都没有理由拒绝这份工作。 我打电话对来访者说了我的想法,然后,他再一次前来拜访我。 我告诉他,我不需要任何现金回报,只需要十万股帝国钢铁股票的看涨期权, 认购价格从70美元逐步上升到100美元。 在某些人看来,这是一笔很大的费用。 但他们应该考虑到,内线集团自己绝对无法以70美元的价格卖出十万股, 甚至连五万股都卖不掉。 这档股票没有市场。 所有关于帝国钢铁高水准盈利和辉煌前景的言论, 并没有吸引来多少买主。 此外,除非我的委托人先赚到几百万美元, 否则我连现金报酬都拿不到。 我所要求的并不是高的离谱的卖出用金, 而是公平合理的费用。 具体能拿到多少,完全取决于我的工作是否成功。 我知道这档股票的真正价值, 而且对整体市场形式看好。 这些都有利于股价上涨, 我相信我能够出色地完成这项工作。 我的委托人听取了我的意见后, 深受鼓舞,当即同意了我的条件。 就这样,我们的合作在愉快的气氛中启动了。 我尽可能彻底地保护自己。 这个内线集团拥有或控制着70%的流通股本, 我要求他们把这70%的股本存进一个信托合约名下。 我可不想沦为大股东们倾倒股份的垃圾厂。 如此一来,大部分持股就被锁定了, 但我还需考虑其余30%的分散持股, 这是我必须承担的风险。 有经验的投机客从来不会奢望操纵毫无风险的项目。 事实上,那些未加入信托的股票, 几乎不可能同时抛向市场, 就像人受保险的投保人不可能全部同时死亡一样。 股市和人命一样,都有不成文的精算表。 当我对自己做好了保护, 排除了操盘过程中可能受到的侵扰后, 我便准备开始行动了。 我的目标让我拿十万股看涨期权展现应有的价值, 因此,我必须拉抬价格, 并创造出足以吸纳十万股股票的市场。 首先,我要查明在上涨过程中, 有多少股票可能涌进市场。 我只要透过经济型就可以轻易地获得答案, 它们可以毫无困难地得知, 有多少股票打算按照市价或略高于市价的价位卖出。 我不知道它们是从什么途径获取这些资料的。 当前的价格是70美元, 但以此时的情况, 我连一千股都卖不出去, 甚至在比70美元略低的价格上, 都几乎没有多少需求量。 我只能按照经济型提供的资料形式。 不过,这一斤足以让我清楚有多少股票正在出售, 同时买盘又是多么的小。 在清楚了这些情况后, 我立刻悄悄吃尽了在70美元以及稍高价位的全部买单。 你要知道, 我所说的, 我其实指的是我的经济型。 这些卖单都来自一部分小股东, 因为我的委托人在股份被锁定之前, 早已取消了以前发出的所有买单。 我用不住吃尽太多股票, 因为我知道, 只要涨势适宜, 就能引来更多的买单。 当然, 也会有卖单。 我没有发布任何有关帝国钢铁看涨的内幕。 我没有必要这样做。 我只需要以最佳的宣传手段, 直接影响市场人气。 我并不是说一点宣传都不需要做。 为一档新股票的价值做宣传的却合理又必要, 就像为新款服装、鞋子或汽车做广告一样。 精确而有效的消息, 应该由大众口口相传。 我的意思是, 报价带已经替我完成了宣传工作。 我曾说过, 有影响的媒体总是力图为市场变化做出解释。 公众不仅需要知道股市发生了什么, 还需要了解其背后的原因。 因此, 坐手无需动一根手指头, 记者就会把能够获取到的资讯、 传闻全部公诸于众。 此外, 他们全会对盈利报告、 交易形式以及公司前景进行分析。 总之, 一切可以对涨势做出解释的内容都会被公布出来。 如果有记者或熟人请我发表有关某档股票的意见, 我会毫不犹豫地如实相告。 但是, 我不会主动提供意见, 更不会传播内幕。 不过, 我清楚在操作的过程中, 保守秘密没有任何好处。 我发现, 只有报价带才是最优秀、 最有说服力的推销员。 当我吃尽了在70美元以及稍高价位的全部卖单后, 是场压力就被解除了。 从交易角度来看, 帝国钢铁的最小阻力线方向也清晰明了地显示出来了。 而且, 这个方向是向上的。 善于观察的场内交易员, 很快就察觉到了这个事实, 立即推断出这档股票正在酝酿涨势。 他们或许不清楚上涨的幅度, 但他们知道买进的时机已经到了。 他们对这档股票的需求完全源于显而易见的上涨趋势, 这是从不出错的报价待发不给他们的看涨内幕。 于是, 我会立刻满足他们的需求, 把此前从此古人手中买来的股票倾倒给场内交易员。 当然, 卖出的过程必须非常谨慎, 而且我也非常愿意满足他们的需求。 我并没有把自己手中的股票墙加给市场, 也不希望造成太快的涨势。 此时, 并不适合把我那十万股中的一半全部卖光, 因为我要做的是开辟一个足够大的市场, 让我可以把手中的持股全部卖出去。 虽然我只卖出了场内交易员给予买进的数量, 但是市场还是暂时失去了我的买盘支撑力, 这是我此前始终稳不脱市的措施。 与此同时, 场内交易员逐渐停止了买进操作, 而价格也随之停止了上涨。 于是, 失望的多头便开始卖出, 涨势的停止造成买进理由的消失。 最后, 场内交易员们也会跟着卖出。 但我早已对此有所准备, 我随着价格下跌一路买进, 以低积个点的价格把刚才卖出的股票又买了回来。 我非常清楚, 这些股票迟早是要卖掉的, 而我的买进操作又阻止了市场的进一步下跌。 一旦跌势停止, 也就不会出现新的卖单了。 然后, 我又重新开始新一轮的操作, 在一路上涨的过程中吃进所有卖单。 在略高于70美元的水准上, 价格开始再次上涨。 别忘了, 在刚才的跌势中, 有很多持股人后悔没有在顶部卖出, 但又不愿意低于顶部三四个点的价位卖出。 这些投机客总是发誓要在下一轮反弹中, 卖掉持有的股票。 他们随着涨势发出卖单, 可是一看到走势变好, 又立刻改变了主意。 当然, 还有一些追求保险的快手, 会获立了街。 在他们看来, 不管钱多钱少, 放进自己口袋才算安全。 此后, 我所要做的只是重负买进和卖出, 并且不断拉抬股价。 有时候, 当你吃进了全部卖单后, 急速拉抬股价便使你操纵的股票出现快速的涨势。 这是最好的宣传手段, 因为这会引发议论, 吸引职业作手以及行动派投机客钱来, 在我看来, 这部分人占有很大比例。 我在帝国钢铁上就使用了这个手段。 我会满足这档股票因急涨而带来的全部买盘。 我的卖单总能够很好的控制涨势的幅度和速度。 当价格下跌时, 我就买进, 当价格上涨时, 我就卖出。 这样一来, 我不仅抬高了股价, 还为帝国钢铁拓展了市场。 自从我开始操纵这档股票后, 就再也不曾发生过没有买单或没有卖单的情况。 也就是说, 哪怕买盘或卖盘再大, 都不会引起价格的过度波动, 人们再也不用担心买进后会被套牢或卖出后会被炸空。 专业投资者和股民们对帝国。 钢铁越来越有信心, 大家也越发相信这档股票会逐渐上涨, 而活跃的行情还扫清了多种障碍。 最终, 我透过反复买卖了成千上万股帝国钢铁, 成功地将价格拉抬到面值以上。 当帝国钢铁每股价格超过100美元时, 每个人都想买进它。 为什麽不呢? 现在, 大家都知道它是一档好股票,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 它的价格都很便宜, 如此的涨势就是证据。 一档股票既然可以从70美元涨到100美元, 那么我就一定可以从100美元再涨30个点。 很多人都是这样认为的。 在将股价拉抬30个点的过程中, 我仅仅积累了7000股。 这批股票的平均成交价几乎刚好为85美元, 这意味着我每股获得了15美元的利润。 当然, 我的账面总利润比这多得多。 这笔利润非常安全, 因为我所开辟的市场已经足以消化我的全部持股。 只要继续谨慎操作, 价格还可以拉抬到更高的位置, 而我手中还掌握着10万股仁购价 从70美元到100美元不等的累进看涨期权。 在一些环境因素的影响下, 我无法继续实施将账面利润转化为现金的计划。 我不得不说, 这次的操盘既完美又合理, 成功势在必得。 这家公司的资产的却很有价值, 其股票即使在更高的价位也不算昂贵。 内线集团中的一个成员, 一家生灵显赫、资产雄厚的银行, 产生了却保控股权的想法。 或许对于银行来说, 控制像帝国钢铁这样业务繁荣, 逐步成长的公司, 比控制个人投资者更有意义。 总之,这家银行向我出价, 要求收购我所拥有的股票期权, 这意味着我可以得到一大笔利润, 因此我马上同意了。 我非常高兴能够大量卖出, 并赚取丰厚利润, 而且我对此次操盘的成功业绩非常满意。 在我卖出我那十万股看涨期权之前, 我发现那家银行已经雇佣了很多专家, 彻底考察了帝国钢铁的资产情况。 他们的报告, 支援这家银行向我提出收购期权的决定。 除此以外, 我还保留了几千股帝国钢铁的股票, 因为我对他很有信心。 在对帝国钢铁进行操纵的过程中, 我没有遇到任何不正常, 不合适的情况。 只要我的买单能够推动价格上涨, 就说明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 这档股票从未出现过陷入僵局, 举步维艰的状况。 如果你的买单没有引起足够的响应, 这对你来说是最好的利空内幕, 那么你就应该卖掉它。 你知道, 只要一档股票却有价值, 而且整体形势也对落, 那挪即使它的价格下跌了二十个点, 你依然可以重新将其拉回来。 然而, 在帝国钢铁上, 我从来都不需要这样做。 在操盘的过程中, 我从来都不会忘记基本交易原则。 也许你会感到奇怪, 为什么我总是强调这一点, 或是经常重负我从不与报价带争辩, 从不对市场发火的事实。 你一定会认为, 那些在本行生意中赚取了千百万美元, 并且还能在华尔街吃扎风云的人, 肯定都是沉着冷静, 理智客观的人, 对吧? 但事实或许会让你大吃一惊, 在那些最成功的市场人士中, 有很多都会在市场没有按照他的预期发展时破口大骂。 他们会把这种情况示威对他们个人的侮辱, 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从而一决不振病, 失去钱财。 坊间曾经对我与约翰, 普兰迪斯之间的矛盾议论纷纷, 人们都以为, 我们是因为某次操盘过程中出现了背叛而导致分道扬镳, 我或者他因此遭受了几百万美元的损失。 但是事并非如此。 普兰迪斯与我是多年的朋友, 我曾经多次利用他所提供的消息, 有效地获得了利润。 我也曾经给他提过一些建议, 不知他采纳了没有。 如果采纳了, 那么他肯定能够省下一笔钱。 他是石油产品公司股票组织和销售工作的主要负责人。 这档股票的上市情况多多少少算得上市成功, 但上市之后, 整体市场形势就开始变坏, 这档股票的表现也不如普兰迪斯及其团队所预期的那样强劲。 当基本形试转好后, 普兰迪斯组织了一个资金集团, 开始对石油产品进行操纵。 关于他的操纵手法, 我无法做出任何评价, 他没有告诉过我具体操纵情况, 我也没有问过他。 但显然的, 虽然他的经验非常丰富, 能力也是有目共睹, 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白费力气。 没过多久, 资金集团就发现他无法大量卖出股票。 他一定试过了他所知道的一切方法, 否则不可能向外部人士寻求帮助。 无论如何, 他找到了我, 说了一些客气话之后, 提出了他的请求。 他希望我接手推广石油产品股票, 卖掉资金集团的所有持股。 这批股票的总数超过了十万股, 当时的市价在102至103美元。 我觉得此事有些蹊跷, 便婉拒了他。 可是他一再坚持要我接手, 甚至拿我们的私人交情来说是, 我最终被说服了。 我向来不愿参与没有十足把握的事情, 但我是个讲义气的人。 我说我会尽最大努力, 但不能保证这件事肯定成功, 并且把所有可能遇到的困难都列举出来。 但普兰迪斯表示, 他并没有要求我必须为资。 金集团赚到几百万美元的利润, 他坚信, 只要我愿意接手, 这件事就一定会有一个 令所有人都心满意足的结果。 就这样, 我卷入了这件违反我判断的事情中。 我发现, 就像我所担心的那样, 局面已经发展到极其严重的地步。 这很大程度上, 都要归咎于普兰迪斯, 在为资金集团操盘时犯下的一个个错误。 但对我来说, 最大的不利因素是时间。 我确信, 当时牛市已经接近尾声, 所以虽然市场环境的改善, 曾经令普兰迪斯感到非常高兴, 但这注定仅仅是昙花一现而已。 我担心在我将大部分石油产品股票卖出之前, 市场就会正式转雄。 不过, 既然我已经接受了这项工作, 我就必须全力以赴。 我开始拉抬股价, 并且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 我把价格拉抬到了107美元左右, 这已经很不错了。 我甚至可以卖出一小部分股票了, 虽然数量不多, 但莫让资金集团增加持股, 就已经令我非常欣慰。 很多外部人士正在等着价格反弹, 好卖出手中的持股, 而我简直就是他们的救星。 如果整体市场形势更好一些, 那摩我的表现也会更好。 可是, 他们没有早一点让我接手, 这真是太实测了。 现在, 我能做的仅仅是以尽量小的损失出手集团的持股。 我派人向普兰迪斯传达我的看法和计划, 但他表示反对。 我耐心地向他解释这模作的原因。 我说, 普兰迪斯, 我能清楚地感受到市场的脉搏, 没有人跟进你的股票。 我的操盘引起的反应, 你一眼就可以看到, 你以精进力提高这档股票的吸引力, 并且随时可以提供所需的支援, 但即便如此, 公众依然对他不理不睬。 这就足以断定, 肯定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不是这档股票的问题, 而是市场的问题。 强行推进肯定起不到任何作用, 只会带来失败的结局。 你作为资金集团的管理者, 理应在有人跟进时买进自己的股票。 但如果你是市场上的唯一买盘, 那么继续买进就是最愚蠢的做法。 通常来讲, 如果我买进了5000股, 那么股民们也应该乐于并有能力买进5000股, 甚至更多。 但我绝对不会去做市场上的唯一买盘, 否则, 我只会被那些我根本不愿持有的巨量多仓吞没。 如今, 你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卖出, 你只能这么做。 你是说, 不顾一切的卖出? 普兰迪斯问。 是的, 我告诉他, 我看出来他又要表示反对意见了。 如果我不顾一切将其团持有的股票卖出, 你可要有所准备, 因为股价将会跌破面值, 而且还要, 哦, 我不卖。 不卖, 他吼了起来。 你能想象到, 对他来说, 我的建议就好像是让他参加自杀俱乐部。 普兰迪斯, 我对他说, 股票操盘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为出货而拉升。 但是, 你不会在上涨中降大部分仓位卖掉, 因为你做不到。 大笔卖出只有在从顶部下跌的过程中, 才有可能做到。 我无力将股价拉升到125美元或130美元。 我是想这样做的, 但实际上却做不到。 所以, 你一定要在现有的水准就开始卖出。 依我之见, 所有的股票都将下跌, 石油产品也不例外。 宁可让他现在就因为集团的卖单而下跌, 也不要等到下个月因为别人的卖单而下跌。 不管怎样, 下跌的命运是避免不了的了。 这一番话, 我觉得没什么让人忧伤的, 但他的大吼却深圳八方。 我的话他一点也听不进去。 在他看来, 这会给这档股票留下糟糕的记录, 作为贷款抵押品, 被银行持有的那部分股票将有什么风险, 那就更不用说了。 我又一次劝告他, 依我的判断, 现在市场已经没有什么东西, 能抵挡石油产品出现15至20个点的下跌了, 这是整体市场下跌造成的。 我一再提醒, 想让这档股票成为超级黑马, 简直就是一个神话。 可是我的话显然还是默契作用, 他依然坚持要我支持这档股票。 作为一个生意人, 他是非常精明的, 称得上是当时美国最成功的股票推手。 他在华尔街做过的买卖不计其数, 赚了数百万美元, 对头机游戏要比一般人更了解, 但他却一再坚持, 在熊市其使节段位一档个股脱势。 应当承认, 他有权处置自己的股票, 但方法是不明智的。 尽管我和他的意见不一致, 我还是尝试着去说服他, 但还是没有用。 他坚持要求我下买单支援石油产品。 整体市场转弱, 跌市真正兴起后, 石油产品也就自然随其他股票一起崩溃了。 可是我没有卖出, 相反的, 按照普兰迪斯的指令, 我还在为内幕资金集团买入。 普兰迪斯不相信现在已经是大雄将至, 这可能是唯一的解释了。 我则坚信牛市已经结束, 开始时的预测已经被我证实了, 我既检验了石油产品, 也检验了其他股票。 不用等到熊市完全展开, 我就开始卖出了。 当然, 石油产品我一股也没有卖出, 但其他一些股票我卖空了。 就像我所预料的那样, 石油产品资金集团间 守着其一开始就持有的股份, 努力维护股份, 但还是于事无补, 到最后不得不。 清仓, 但价格却比我的预想低很多, 这个结局是必然的。 普兰迪斯还认为自己做得对, 宣称自己是正确的。 就我的了解, 他认为大势是向上的, 我给他提出的建议是基于 我在其他股票上有空头仓位。 当然, 这是在暗示, 假如内幕资金集团 在这时不顾一切去出货, 石油产品就将崩盘, 这对我在其他股票上的空头头寸 是有利的。 这简直就是无稽之谈。 我看空, 绝对不是因为我有空头仓位。 我之所以看空, 是出于我对形式的判断。 至于卖空操作, 那是我转而看空后的事了。 对错误的坚持, 不会有好的结果, 至少在股市中是这样的。 我为资金集团制定卖出计划的基础, 就是我二十年积累的经验, 是他提醒我, 此时卖出既可行, 也是明智之举。 普兰迪斯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交易者, 按理说应该和我一样明白。 那时候已经不能再做别的努力了, 因为未时已晚。 我猜测, 普兰迪斯和成千成万的外部人是一样, 对操盘手抱有幻想。 但是时远非如此。 基恩最大规模的操盘发生在1901年, 那是在美国钢铁普通股和优先股上的操作。 它成功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它的精灵能干和丰富的资源, 也不是因为有一个有实力超强的资金集团在背后支持它, 应当承认, 这些因素起到了一定作用, 但最主要的因素还是整体大师的对头, 公众的情绪也适合。 想和经验以及尝试作对, 这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在华尔街, 称的上菜鸟的不光, 只有外部人士。 普兰迪斯就是个菜鸟, 因为他对我怀有怨气。 他不满的原因是我没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 而是听从了他的安排。 只要事实没有在操作中被故意歪曲, 那摩位大量出货而作的操盘, 就谈不上有什么神秘和卑劣之处。 有效的操盘一定要以有效的交易原则为基础。 人们总是对洗盘之类的老实手法情有独钟, 但我可以保证的是, 纯粹的欺骗在操盘中所占的比例很小。 股市操纵与在场外, 销售股票和债券的区别在于客户的性质, 而不是手法。 摩根公司把债券卖给股民, 我们说是为投资者发行债券, 一位作手向股民倾倒大量股票, 这种行为我们称之为投机客在操纵市场。 对于投资者来说, 他们追求的是安全, 看重的是投入的资本带来的利息收入表现, 投机者则追求快速增长的利润。 市场操纵者的主要市场一定是来自投机者, 只要有高额回报, 投机者就愿意承担高于一般水准的业务风险。 对盲目的赌博, 我从来都是不相信的, 或许我会赌上一把, 可能还会买上一百股, 但无论是赌博还是买一百股, 我的做法都是有理由的。 我还清楚地基的自己是 怎样卷入操纵市场的游戏中的, 我说的是替别人出货。 回忆起这件事, 令我感到很愉快, 因为从中可以看出 华尔街职业人士对股票操盘的态度。 这是我东山再起之后的事情, 时间是1915年, 伯利恒钢铁让我的财务复苏后。 我做交易非常稳健, 运气也很好, 我从来也不想出现在报纸上, 也不愿让自己深藏不露。 但是你也知道, 某个作手一旦表现得很活跃, 不管他是成功还是失利, 都会在华尔街的专业圈里被无限放大, 报纸也会一路追踪, 探听并刊发有关他的各种传闻。 我就被人们传言破产过好几次了, 但他们又同样说我赚了很多钱。 我对此的反应就是好奇这些资讯来自哪里, 是怎样出笼的, 是怎样越传越神奇的。 我的经纪人朋友总要跑来给我讲这样的故事, 每次都会有所篡改, 说得越来越细致, 而且越来越离奇。 讲这些是为了告诉你, 我第一次帮别人操作股票的机会的来历, 是因为一则关于我如何还清100万美元欠款的报道起了作用。 对我的操作和成功, 报纸做了大量的渲染, 我因此成了华尔街的话题。 在当时, 一位作手下20万股的交易单, 就能主宰市场的日子已经结束了。 但你应该知道, 公众总是期待着老一辈领袖的接班人出现。 股票作手宗师的头衔送给了基恩, 他的自营交易使他赢得了数百万美元, 这引来了股票承销商和银行为他助阵, 希望卖掉大批量的证券。 简单地说, 作为一个股票作手, 他之所以这样受欢迎, 是因为华尔街听说了他过去的辉煌业绩。 但这时, 基恩已经去世了, 他已经到了天堂。 他生前曾说过, 除非赛桑比在天堂等着他, 不然的话, 他是不愿上天堂的。 在后来的几个月中, 又有两、三个人成了股市的风云人物, 但很快便因为没有什么大的座位而消失了。 我说的是, 那几位来自西部的赌客, 他们是1901年来到华尔街, 透过美国钢铁股票, 赚了上千万美元, 之后, 他们便留在了华尔街。 与其把他们看作是基恩那样的作手, 不如说他们就是超级成效上, 应该承认他们很能干, 很富有, 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其实, 他们还不是基恩和福劳沃尔周常那样的大作手, 但他们的经历足以在华尔街引发传言, 而且还会在专业圈和激进的用金行李, 引来大批的追。 随着, 只要他们离开交易舞台, 华尔街就没有操盘手了, 至少在报纸上找不到对他们的报道了。 1915年纽交所重新开张后, 就出现了一次大牛市。 此时, 市场得到了拓展, 协约国在美国的采购额达到了数十亿美元, 我们看到的是一片繁荣的景象。 就操盘而言, 不用花费多大气力, 你就能为战时繁荣创造出巨大的市场。 很多人仅仅因为手里赚的合同, 还有的只是合同承诺, 仅凭这些就能赚到几百万美元。 他们中的一些人, 从善意的银行家那里获得了帮助, 还有人把公司股票拿到场外市场做交易。 就这样, 他们成了成功的承销商。 只要包装起来, 不管什么东西, 大家都会紧紧追随。 繁荣的高峰过去后, 有些承销商发现, 只有在专家的协助下, 手中的股票才能卖出去。 公众那里积存了明目繁多的证券, 有的当初买实价格还很高, 这样一来, 要想将那些未经式常检验的股票卖掉, 是很不容易的。 繁荣过后, 在大众眼里, 已经没时挪东西会上涨了。 这不是因为公众的眼光变得挑剔了, 而是因为盲目买入的日子已成了明日谎话。 人们的心态变了, 甚至不需要再出现价格的下跌, 人们就已经感到失望了。 市场消沉, 一段时间来并无起色, 此情此景, 使人感到情况很不好。 在每一次的繁荣期间, 都会有一些新公司成立, 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利用公众对股票的盲从, 但还是有一些股票的发行错过了最好的时期。 承销商犯这样的错误, 原因是他们不愿承认繁荣已经到了终点。 另外, 只要钱在利润足够大, 冒险就是值得的。 人们的良言有时会被希望蒙蔽, 那时, 它是看不到即将到来的终点的。 在12或14美元价位的股票本来无人问津, 但突然之间涨到了30美元, 这在普通人看来就会认为涨势到头了。 可是, 这档股票又继续涨, 50、60、70美元, 甚至75美元都到这种地步了, 也该打住了吧。 就在几周前, 它还在15美元以下, 没想到的是, 接下来它竟然突破了80美元, 85美元。 在这重情况下, 作为普通人, 他们是不考虑价值的, 而是盯着价格, 他们不把大事作为行动依据, 而是仅在恐惧地驱使下行动, 也不去考虑涨势是否有到头的时候。 这些外部人士尽管很机敏, 他们不会抄顶, 但也不懂得逃顶, 原因就在这里。 在繁荣七岭先赚的大钱的, 肯定是公众, 但那也只是账面利润, 而且一直都只是账面利润。 我用了一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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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了一下,